近期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不断针对民进党的施政连番炮轰 就连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也要侯友宜不要乱骂 甚至连行政院点名侯友宜 是用影射抹黑的方式恶意攻击执政团队 不过侯友宜也说了 这难道是行政院变成民进党的打手吗 第一个策略是启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 启动第二次能源转型 赖清德许下宏愿 2026年再生能源取代核电 但对于天平另一边 男一对手侯友宜赖清德很多怨言 侯市长过去面临各种问题 他只有一句话 就是厚厚做事情 现在进入选举任何的问题 他都骂我 可不可以讲一些对国家发展 有建设性的内容 选择机会大土苦水好巧不巧 另一头主持行政院会的陈奎 也特别提到这一点 另外院长今天特别提醒行政团队 侯市长团队持续影射抹黑的方式 恶意攻击执政团队 执政团队虽然已经多次澄清 侯市长仍从尔部门持续造谣令人相当遗憾 耐清德 不好意思啊 我不能替人民来问问你问题吗 我问了你不但政府不回答 居然还来质疑我 那行政院你是耐清德的打手吗 行政院变成选举操作的机器 绿莹发火刚好对准自己 后遗四级发动攻击 毕竟现在可是蓝白整合关键期 但有了警戏基本盘力挺 以金浦冲为首的侯阵营 却始终无法与柯建立互信 若对象换成朱主席 会不会比较谈得下去 我们跟柯主席这边也都是 持续的保持联系 都有一定的基础 那他跟柯主席跟柯市长之间 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关键的 很重要的 整合罪归离 要指导问题核心 求做到这里柯侯得要自己搞定 TV变成黄炫 郑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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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而另外一方面蓝白和卡关 今天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就说 希望侯友宜跟柯文哲可以坐下来谈 两个人都稍微忍一下 不过同时昨天柯文哲也有对外喊话 说接下来呢会不会又造成 明年的立院民进党过半 那么呢对于立委选情来说 那又是白忙一场了 他也认为说他也愿意替国民党的小鸡 也就是立委候选人们来站台 此话一出 其实国民党的基层 要选立委的候选人们 他们其实也都非常的焦虑 担心如果邀请到柯文哲来支持站台的话 会不会遭遇党纪的处理 盟友里面最有人气的人来帮我站台 我当然要嘛 要在扑朔迷离的蓝白僵局里 稳住自身选情 蓝营小鸡只能来者不拒 何况对方都已释出善意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现在应该很多也是很焦虑 所以谈的时候就能可以先谈 因为他也不要说 这个都不允许柯文哲去助选 我想对那些小鸡来讲 他只是他也希望他自己可以赢 极片总统部门与蓝营一舟各执一词 区域立委双方有共识 好朋友们愿意来帮我们站台 帮我们支持 我们一定都是双手拥抱的 到时候党中央应该还是要有一个 一致性的规定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致性的规定的话 那到时候一定是一片混乱 我欢迎客问者 欢迎任何愿意帮我站台的人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政党轮替国会 不能够再让民进党过半了 无不其叛 双方合作继续 特别是立委要先行 只是最后若总统人选协调破局 恐怕前功尽弃 胡振宁已经展现出 相当大的诚意跟善意 如果完全排除我们的提案 没有任何责中的可能性 我们难以接受 当然这样的责任 就要由民众党来担起 要是合不了都是你的错 似乎就怕侯伴把双方默契都打破 国民党同样也随即发布声明 呼吁各方应该避免以放话 代替对话 政党论题是蓝白共识 更是一定要达成的目标 两位总统候选人也应该要坐下来 好好的来协调 甚至什么我都必须要忍 必须要忍 因为这是为了大事 吉林还需吸引人 但就算自己能忍则忍 还是得管住台教的人 TV变成流地层文化局 最后集会是没有报道 好我们政治一点名 内幕全分明 已经邀请到我们政治组的 女生记者作恒来到现场了 嗨 乖听朋友大家好 好确实 我们刚刚线上的新华已经预告说 今天是我们的作神降临 但同时大家说 为什么不是傅礼呢 对 超文傅礼 对 浩仁撤乱表白说 作恒君就是反家君 所以但作恒的粉丝也是 我们傅礼的粉丝 很会说话 求生欲很强的粉丝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菲律联盟 在此次大选的求生欲 我们看到蓝白河 不断不断的卡关 今天朱立伦也出面讲了说 你们双方坐下来谈 稍微忍耐一下 但同时呢 其实昨天我们也有跟凯玉讨论到 现在呢 柯与郭的距离越靠越近 为什么蓝白河会出现 这样的效应呢 因为其实在这一次呢 可以看到就蓝白河 大家当然第一次见面之后 就很期待说会不会有下一次呢 那其实在蓝白河下有格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上的压力 因为他们必须 我觉得啦 要在十月底前 没有搞定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很难成了 那我觉得双方阵 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在 就是一个观察点 就是说在第二次的见面呢 从他们到底有多着急 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到底这个蓝白河是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可能 那现在目前就是 还没有桥定第二次嘛 所以说就代表说 其实双方真的也是卡关蛮严重 那我们知道其实卡关最严重就是在那个 怎么样决定人选的部分 一个是说要民调嘛 那一个是说需要用这个投票的方式这样子 那刚刚我们其实新闻中有看到 就是朱立伦不断喊话说 大家要这个相忍畏国啊 忍一下忍一下 因为确实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 一定要 会不会一定要朱立伦来谈呢 因为毕竟他是党主席嘛 那他是不是要出手 可是这个就代表说 其实大家考量的点都不一样 因为其实对朱立伦来说 他现在当然党主席的身份 他要顾的就是不只是总统这一盘 他还有就是立委选举的部分 所以其实在很久之前我们的直播就有跟大家就是聊到说 其实对朱立伦来讲呢 就蓝白合不合呢 对他来讲影响最大 当然还是有立委喜辞的部分 就是如果呢 这个比如说侯友宜他的身世 就是一直都拉不起来的话 那当然这母鸡不够强也会影响到小鸡嘛 那党主席对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 手当其手 他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考量的点不一样 那对侯友宜来讲 侯正宜来讲 他当然要考量点就是说 他能不能继续选下去嘛 他到底要摆在什么样位置 这也跟柯文哲的考量是比较像的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现在就是有点是 可以来看一下这两个人 怎么样帮他们的协调的角色 确实哦 这个党主席下去来撮合两人会面 让他们认一下能不能达到效果呢 我们也想问线上的朋友 究竟蓝白合接下来呢 陷入僵局假如没有二次会的话 会不会变成郭台泥渔翁得利 拉近与柯文哲的距离呢 所以回过头我就想要问一下 坐横 听说郭伴那边 他们在第一次这个蓝白会的时候 他们也有透露出一点玄机 跟自己的态度吗 就是因为那天刚好 我就是有去访问郭台铭 然后那天郭伴的时候呢 就说 我们就问说蓝白合正在谈啊 那你现在要不要表态 然后呢 就是那时候我记得 郭伴就一直讲说 我们跟柯阵营是有保持密切的联系的 然后他怎么样 就是整篇都只有讲柯阵营 就是没有提到国民党 然后呢 也抛出说 他们非常认同柯文哲所说的 就是要用辩论的方式 对 那就有没有说 那是指说要跟柯文哲辩论吗 还是说你这还是选到底吗 那我们就说 那就是看到时候的状况如何 但是无论如何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们跟柯阵营 确实是保持一定的默契 那也很明显的 其实在这两天呢 就有看到说 柯文哲跟郭台铭 两个人是不是有会面吗 不过后来说是郭守正 就是有帮忙送花什么 可是就是双方都有试出善 而且我刚刚也看到说 我们有这个花就在这边 昨天这个我们台语有分享过的 因为刚刚其实郭台铭 他在今天晚上就是也有受访的时候 他就有讲到说 就是因为他跟黄珊珊的生日很近 所以他们就互送这样子 互送礼物 都是天秤座 对对对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双方呢 就是真的是蛮密 就是也不能说密切啦 但是就是至少有一定的过气 氛围蛮友好的 对那到那时候 我们听到这时候 是不是在地感染池 而且再加上柯文哲不断的就讲说 在这个蓝白河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郭台铭拉进来 所以我知道有些可能 比较偏绿营的解读 会觉得说 会不会到最后就变成是 就是郭柯两个人 然后反而是猴啊 被边缘化这样子 但当然这个还是要看蓝白河 而且因为国民党毕竟 还是有一些地方组织 他还是有能量的 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在最近就你会看到有些民调 像是我们就是看到 最近有个民调就讲说 好像少了侯友宜 也还好 也有关心吗 对对对 因为只要是就是你看 如果是柯郭配对上赖清德的话 那他的支持度 也是会大幅赢过赖清德嘛 你看跟柯侯配也差不多 都是过五成 对对对 甚至你看如果是郭柯配 对对上赖清德 然后可能还更高一些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好像有一些放一些 释放一些讯息 就是告诉大家说 好像不一定非猴不可 只是说要注意说 这个民调的调查时间 是在蓝白河 就是要谈的前夕就已经做好了 那当那时候也还没有说 蓝白河一定会破局啊 或者说后面会发生这么多 就是可能双方阵营不同调的部分 所以这个民调是有心人刻意放话呢 还是说他真的就是 相信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观察 比较其他份的民调 就像作恒所说的 这个民调呢 不管是柯郭配还是郭柯配 还是柯侯配 侯柯配 这个五成都大胜赖清德 这究竟是民意的心知所向 还是正在透过民调 拔草侧风向来试水温呢 都要进一步请作恒来观察 波作恒其实今天呢 民进党的记者会也非常的热闹 因为今天呢 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 似乎有点气泡泡 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因为柯文哲在先前呢 公开表示 他在当台北市长任内的时候呢 也曾经跟赖清德会面过 当中呢 他说赖清德请托他 拜托不要太反对深澳电厂 但是最后呢 民进党的政策是深澳电厂不盖了 而此话一出呢 赖清德今天在 民进党中央的记者会当 当中还驳斥 甚至呢 他要求这个柯文哲 不要把没有说过的话 套在他嘴巴上 调明民众党对手柯文哲 要宣泄心里的怨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的关键字 是几天前的深澳燃眉电厂 那深澳电厂你不能反对 我在电视上看到 赖清德在立法院说 台湾北部的电够用 所以不用盖深澳电厂 我什么时候登门拜访 时间地点请他讲清楚 指坑文哲捏造事实 赖清德不吐不快 在还原刚上任台北市长的 坑文哲曾去台南拜访他 之后屡屡提到 却都这么说 贝克文哲说嘴这么多年 赖清德绝地大反攻 记者会原本要结束 他两度加码补充说明 好 我们是不是一起继续 非常谢谢各位的贵宾 到是柯文哲前主席 要参选市长之初 来台南市拜访过我 柯振宇说深澳电厂的 私下对话就发生在 2018年3月 时任隔魁的赖清德 下乡座谈 再向赖清德缺不缺电 说辞反复 他说深澳电厂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 做什么地点去拜訪你的 谁拜访谁 板凳坐了多少 能够改变台湾吗 能够让台湾更好吗 无论是否选举策略 赖清德忍了好几年 突然大动肝火 想必真的很介意 TVBS新闻 刘宇峻皇军委 礼品SN小组台北报道 好我们要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 威廉神 斗内我们150块钱 他说请问新话 例如坐神都穿白色外套 是有say好的吗 没有 我们就是很有默契 很有默契 心有灵犀 从我们的TVBS的YT到55台 今天都是白色的 他说他是 利如粉抖一把饮料的基金 代替利如感谢你 对谢谢 代替利如感谢你 谢谢 我们会请利如去帮我们买好的 好过分 好另外还有 潜水人也抖内了 而且是第一则 超级留言 我们有请坐恒 感谢潜水人抖内我们 现在是第一则 对啊 第一个 超级感谢留言 对谢谢你 为我们TVBS 还有为我们三位的支持 而再来呢 我们要跟坐恒一起来看到的 就是我们今天TVBS 民调也公布了 没错 其实这中间呢 有一个调查是关于 政党的支持度 那我们也有发现到 其实过去呢 一直以来都有所消长 但是这一回呢 我们看到 民众党是要居第一 反倒是国民党 现在呢 却退回第三党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不论蓝白盒 还是非绿的整合 看得出来 国民党慢慢慢慢 在这一次的民调当中 趋于下风 到宜兰冲审战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即便多份民调占据第一 但不能松懈 毕竟政党满意度 TVBS最新民调 跟他本人数字不太一样 排在第二 而国民党则是垫底 朱主席不愿多说 或许也跟数字有关 这份民调是在十一到十七号做的 政党满意度 民众党百分之二十九 民进党满意百分之二十八 国民党是百分之二十三 民众党越居第一 国民党变老三 但是三党不满意度都偏高 至于政党票 国民党百分之二十五 民进党百分之二十三 民众党百分之二十 至于被问到 是否要换人做看看 将近六成民众同意 尤其在民进党的部分 算是雪崩式的崩叠 这都可以呈现出 民众对于现状执政的 一个强烈不满 我们还是会作为参考 并且用更多更好的政策 来回应人民期待 只是接下来就是 不分区立委提名 还是不到最后关头 人人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 TVB的新闻 简大陈李雅南 李作恒台北宜兰采访报道 好 这政党支持度的销长 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这些非绿 选民们心中的焦虑 以及看蓝白和 变成蓝白拖 这种不满的心情呢 我们就来请教作恒了 没有错 但这之前我们要先 那个老王卖瓜一下 因为我觉得TVBS的民调 就是大家现在都会 比较focus在总统 然后我们家就是 会做蛮多立委的选区的部分 然后比较有一些 重演区也会挑出来 所以从立委的选区 其实也可以看到 在某些情况下呢 其实是会跟 总统人选的民调 是会分开的 那这当然跟这个 大环境趋势是有关系 就是说 因为现在可能 比如说人家说 我要下架民进党啊 那这个有可能就会 影响到他立委的投票 跟就是他在投票票 对 是会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这一份民调 很有趣的一个点是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再比如说国内的 这个主要政党的连结程度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蓝绿似乎不连结的 蛮高的嘛 可是相比而言 民众党呢 他是只有 就是百分之二十八 那大家对他 有信心的比较高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看到说 那如果是这个 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 是不是值得信任的呢 那也是民进党有 不值得的就百分之五十六嘛 相比而言 民众党也确实还是比较高 可是我觉得这个 还有个观察点 就是说 虽然说这些选项 看起来对民众党 似乎比较有利 可是民众党是唯一一个 没有真的执政过的 就是政党 所以他们没有很多的执政包袱 对 他的执政包袱比较小 然后当然说 大家可能对他 会觉得说比较新鲜 然后呢 是对他们会更有一些期望的 那在这个民调里面呢 TVBS这个民调当中呢 也有显示说 那如果你觉得说 明年要不要换党做做看 也就是说我刚刚讲到 就下架民进党 很可能就是 蓝白盒的一个主宣律嘛 对 他们可能就打出这个 那有百分之五十九 将近六成的人 他们是同意的 就是说明年要选举 要换党做做看 所以呢这个也显示在说 这个国内主要政党的 一个满意度来讲的话 就是很明显的 这是大家其实 有点微微的跌破眼镜啦 就是既然民众党是最高的 但当然这三个其实 差距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几乎就是在 因为我们这份民调的误差范围 大概在百分之三 所以说你看满意 民进党跟民众党 几乎就是误差范围了 结果国民党是最后一名 是 对 然后不过在不满意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都不低 尤其是蓝绿 两个其实都蛮高的 就是说这也是给蓝绿一个警惕 但是呢最有趣就是这个了 就是好那你既然说你对民众党最满意啊 结果咧我们再这两票 比较可能会投哪一个政党 还是很多人会先去投国民党 国民党跟民进党几乎是差不多啦 然后民众党反而就是变成是第三了 那当然就说 哎怎么会有这个现象 那除了我觉得其实有个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看民众党 还是主要的focus印象呢 就会是在柯文哲一个人身上 就是会觉得说我要投柯文哲 他就代表民众党 就是他被一人 就被形容是一人政党原因嘛 可是如果就是你想到说 那立委民众党提了谁 我要投谁 或者是区域立委要投民众党谁 似乎他的光环又没有柯文哲那么大 所以变成就是我觉得这次民众党 就是接下来不管是在蓝白河啊 就是要如果要谈合作 这是一个趋势啊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跟国民党来谈合作 因为确实在立委的部分 国民党的饼看起来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其实国民党说穿了 百年大党嘛 还是有一些组织的实力在各个选区呢 也是经营许久 同时哦 这部分区的立委名单呢 其实也是代表这个政党在社福啊 教育啊 国防外交 人选怎么样 对人选怎么样 他们的理想性跟政策怎么样 这个民众党能不能端出一个像样的 这个排面 让选民来选择 人选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刚刚作恒也提到 很多这个蓝绿的满意度 还有这个支持度不振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都有执政包袱 或是过去的一些政党的印象啦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呢 这选举真的非常特别 呈现了蓝绿白这样子三个政党五五波的态势 所以呢哪一个政党都不敢轻忽不敢答应了 没错没错 对我们谢谢 感谢做恒的分析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